当然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关于上义 讲义以众如山 不仅仅是对刘备讲义气 对张飞讲义气 而且他对曹操也讲义气 这就引起后人很多的争议 甚至争议到像关于这样的人 能不能够做一个神来计时 古代也有争议 因为他毕竟对曹操也讲义气 这能够接受吗 实际上咱们仔细地看小说中的描写 他写关于和曹操的这种义气 有着很深层的一种思考 能体现中国文化很多方面的内来 关于曹操的友谊 应该说在温炯展画熊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 当然那个时候还是一种过忌 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知己 那么关于跟曹操能够成为知己 还得从他所谓降曹这件事情上说起 曹操分兵古路 前来空去徐州 张飞打败了逃到满淡山去 刘备也打败了逃到济州去 这个时候只有甘夫人和弥夫人刘备的两个夫人 陷在夏批这个地方 而关于被围困在夏批城外的土山上 那两个夫人陷在城中 关于被围困在城外的土山上 这个时候曹操派关于的朋友张辽来劝详关于 关于奋南大陆 说无今虽处绝境 四十归 他是准备仗忠义而死 但是张辽劝他 说你要死了 就犯下了三条罪 第一 你和刘备逃缘结义 恃同生死 现在刘备逃走了 如果你死了 刘备怎么能够独活呢 误主散生 这是第一罪 那你和刘备是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丹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你现在死了 不是让刘备也死了一条路 所以这是第一罪 第二 刘备把两位夫人托付给你 以为万全之计 那现在你死了 两位夫人怎么办 辜负刘备的这种以战之众 这也是不义的 那这是第二罪 第三罪 你们兄弟三人 在桃园接义的时候 发誓要辅助汉地 如果你死了 谁来完成这种辅助汉地的大业呢 这是第三罪 所以这三条 表面上 都是站在 关于的立场上来说话 都是一句一句都是替关于考虑的 所以说得非常重听 关于不能不去接受 他没有办法反驳 所以关于只能同意投降 因为这三条的确很能打动关于 但是关于投降的时候 讲了三个条件 第一条 降汉不降曹 我投降的是汉曹 不是曹操 或者曹操 第二条 要保全两位嫂嫂的性命 让两位牛背两位夫人的性命 要后代这两位夫人 第三条 单知牛黄书去向 不管千里万里 便当辞去 луч生的身份 两位优优独播剧场上去 可以